住址变更 股东申请住址变更是依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股务处理准则第37条规定 1.股东通讯地址 以股东印记卡之记载为准 但由证券集中保管事业集中办理过户之股东 其三位填留印记卡者 以证券集中保管事业通知之地址为准 如以填留资料者 其楼存地址与证券集中保管事业通知地址不符时 以股东办理移动之最新地址为准 2.前向股东印记卡之通讯地址或户籍所在地有变更时 应由股东以书面通知公司 应该去哪里办理变更 您的股票接待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保管时 可以直接致您的网来开户券商办理 如您的股票尚未拨入您的证券及保账户 或该股票属为上市柜公司 请携带原流硬件 请您至原大证券股物代理部 或填朵相关申请文件 并夹盖原流硬件后 邮寄至原大证券股物代理部办理 如非原大证券代理之发行公司 请进下该发行公司股物代理机构办理 价往来开户券商办理时 如在多家券商开户 需要每家都去更改吗 一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操作办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客户在多家券商开户 券商所留存客户通讯地址有两种以上时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 所编制股票所有人名册 会以最新异动的通讯地址为准 举例说明 小元在台北的A、B两家券商开户 最近到台南工作 也在台南西券商开户 留的通讯地址是台南 小元在三家券商皆有股票 但因在西券商留存之通讯地址是最新资料 则各股票发行公司 会以西券商所留存的台南地址寄发通知单 但如果小元是在股票停滞过户期间 才在西券商留存台南地址 则需等到下一次停滞过户时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 所编制之股票所有人名册 才会变更为台南地址 至股物代理机构 办理地址变更需准备什么文件 办理变更地址 应以书面方式办理 请填写预更新支户籍 通讯地址及电话 并该上留存于 该股票发行公司资源流印件 以及股东户号或身份证字号 在清零或邮寄至 原大证券股物代理部即可 出子变更通知书可至 原大证券股物代理部官网下载 或扫门画面上的QR Code 三未留存过硬件卡 或原流印件遗失了 一、三未留存过硬件卡者 请填写股东基本资料与硬件卡 及加概留存硬件 并缴送国民身份证、居留证、护照 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印本 或公司登记证明文件印本 股东为未成年受监护 或辅助宣告者 并应有法定代理人、监护人、辅助人、签名或盖章 二、如果原流印件遗失或回损时 请应印件挂失程序办理 户籍地址并根是否需减负身份证引本 一、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股务处理准则第37条第二项及第11条第一项规定 股东印件卡至通讯地址或户籍所在地有变更时 应由股东以书面通知公司 股东向公司办理股票事物或行使其他有关权利 凡以书面为之者应以签名或加概留存印件 股东以原流印件办理户籍地址变更 不需减负身份证引本 如无法辨识是否为股东亲自签名 得要求股东亲付公司当场签名 并提示身份证等证明文件 发行公司何时会取得股东基本资料 每当发行公司欲停止购户 立股东会出全息等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将股票所有人名册 媒体资料送交发行公司时 会提供投资人通讯地址 办理移动之最新地址 供发行公司与其股东名簿留存之通讯地址比对 发行公司再以最新移动之地址为准 即发通知于股东 谢谢聆听